哈囉大家好我是志遠 現在感冒中所以 有時候聲音會不正常就習慣一下吧 因為有很多人問我 我的膚色到底要染什麼樣子的髮色 還會比較適合 今天就要分享給大家 怎麼樣才能選出自己最適合的顏色 其實我今天就是要教大家 用衣服來選顏色啦 那衣服的話 因為尤其是這種圓頂的 它離你的臉的膚色很近 所以我覺得選顏色還蠻準的 那現在是黑色的 我想應該大部分的人穿黑色都 不會太難看吧 沒錯 因為我們的頭髮其實長出來也是黑色的 所以大部分的時候我們穿黑色 並不會感覺到很不好看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冷色調 暖色調 中性色 其實顏色應該要有這三個分別 並不只是 冷色的 暖色的 那其實顏色是會有中間性的色調 所以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到底該如何選擇呢 我的皮膚是比較黑黑的 黃黃的 那我現在有打光 你可能會覺得 看起來好像還好 但是我有一些顏色是絕對不會穿的 那待會兒也會跟大家分享 我現在穿的是灰色 我個人覺得我穿灰色還蠻好看的 那主要要跟大家分享 灰色其實就是一個中性的顏色 那一般來說我們都會說 灰色是比較冷色調的 但我認為它其實是比較中性的顏色 那中性的顏色就很像是 有一些我們比較常聽到的 咖啡色 比較不會有綠啊 紅啊 就是比較中間的話 它都是比較屬於中性的顏色 那中性的顏色大概就是 你是什麼樣子膚色的人 都會還蠻適合的 因為它就是一個中間色嘛 所以很多人染一些 灰色啊 還有一些深灰色 淺灰色 各種明度不同的灰 其實都不會太難看 也會蠻有個性蠻酷的 那基本上 灰色的話 就是一個很Sight的顏色 但這個在頭髮上 算是一個很特殊的顏色 雖然 它在衣服上不是染 總之就是像是 咖啡色調的話 基本上都是比較中性的顏色 好 那我們現在再換下一個顏色給大家看 嘿 我現在換了 綠色的衣服 那這個是 看起來有點淺綠色 那最近也很多人染綠色的吧 欸 我剛剛突然在想 中性顏色啊 其實很多人聽了都會不太想染 但是我覺得 如果適合自己 其實就可以染啊 染出適合自己的顏色 讓自己變得更白皙 或者是變更亮眼 或變更好看 這才是染頭髮的重點 當然染頭髮也會讓你 與眾不同啊 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設計 但是我覺得 我們先覺得條件是 有沒有讓自己變得更好 那這個就是綠色 我個人其實還蠻喜歡穿綠色的 但你可以看得到我的膚色 就是跟剛剛灰色啊 黑色比起來 好像又有了一些些改變 但我自己還蠻滿意綠色的 我可以接受染戴綠的顏色 在這裡我先跟大家說 喜歡不代表適合 所以髮色這個東西 你可以先套看看 你比較想要的 顏色的衣服色系去看看 那這些飽和度都比較高 那我們染到頭髮上的時候 其實頭髮飽和度會是比較低的 像日本人染的頭髮 都是比較霧感的 帶一點紅啊 綠啊 都是很微弱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其實戴紅戴綠 好像都沒有關係 因為它的飽和度比較低 不會影響人那麼強烈 一旦當飽和度這麼高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有點不太適合了 那我個人認為 如果你的皮膚是比較暖色調的 譬如說 有些人是比較曬黑 他是比較帶紅的黑 有點黑黑紅紅的 然後很運動很健康的 我覺得帶綠色就不好看 就是你的冷暖色落差太大 當你的髮色跟你的膚色的對比 落差很大的時候 綠色這個冷色就會顯得 你的皮膚變得更 黑黃紅的那種感覺 就很像曬後的那種黑黃 那種黑黑紅紅的那種質感 所以就會讓你顯得比較不乾淨 反而用一個相近色會比較適合 如果你的膚色是比較黃黃紅紅的人 就更適合染一些比較暖色調的髮色 就會感覺反而質感比較好 噹噹 這是我最討厭的顏色 我覺得我身上有紫色就是不好看 所以我這輩子也不會染紫色的頭髮 那基本上我是黑黑黃黃 然後一要分別 我想我應該比較冷色調一點點 就是黑黑的灰灰的皮膚 沒什麼光澤 不好看的 紫色啊 通常如果我們不希望頭髮變很黃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紫色 也就是紫色加這種黑黑黃黃的 它就會讓我變得灰灰的 髒髒的 濁濁的 因為紫色跟黃色是對等色 就是他們是放在一起的話 他們的顏色會互相抵消掉 因此如果我現在是黃皮膚穿紫色 就會感覺 就多了一層濁濁的感覺 那在這裡建議大家 如果你是一個皮膚很蠟黃的人 一定要避開紫色的髮色 紅色 可是我現在看鏡頭怎麼就有點像橘色 紅色的話也是蠻多人會想染的 那基本上我覺得我們亞洲人皮膚 都是黃黃的暖暖的 所以我覺得染紫色並不會太難看 只是太紅的時候有點像小美人魚那樣 就會覺得比較誇張 那在這裡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紅色是一個波長比較長的顏色 即便它跟其他的顏色一樣的亮度 它的亮度是一樣的時候 紅色都感覺特別搶眼 因為紅色是一個波長很長 比較觸動視覺的 那在一個很遠的地方 你就會突然看到 哇 紅色 大概就是那種感覺 所以如果你想要染紅色的話 就是你就會感覺比較亮眼一點點 如果適合你的膚色那就染下去吧 通常對比很大 會有很前衛的感覺 如果相近色 不同亮度 你的五官就會凸顯出來 那盡可能的話 不要染跟你的皮膚顏色太靠近 譬如說 我的皮膚是咖啡色 5度好了 結果我就染了一個 5度的咖啡色 那我的皮膚就會變得 很平面 當我的膚色變得很平面的時候 它不出色 那我的五官也不會變得出色 有一些顏色 譬如說 我是黑黑的人 我染的白色 那我會看起來更黑嗎 會 但是我是不是也變得更立體了 那很多歐美人就會用這種做法 因為他們可能會把皮膚曬得很黑 頭髮染得很淺 他們希望讓自己五官看起來更立體 但是西方人跟亞洲人的審美 畢竟不一樣 我們可能會希望自己看起來柔和一點啊 因為我們不一定有這麼大的五官 或這麼往前走的五官 登登 現在出來的是橘色 我覺得我也是不行 因為我就是那種黑黑黃黃的 但是橘的裡面有黃的成分嘛 那我就會覺得 離我膚色有一點點近 那如果我染黃橘啊 這種東西 我就會覺得我看起來很髒 就是頭髮跟我的膚色都沒有分離感 那髒的面積就越來越大 如果說我染一個跟膚色比較遙遠的 我就會覺得 髒的面積就是比較小嗎 或者是看起來比較立體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樣 所以橘色我覺得亞洲人也蠻不好駕馭的 但是如果你上的底妝啊 或者是你的唇彩是有搭的話 我覺得橘色是很值得嘗試的 那如果你染的是很亮的橘色 你想要變得比較前衛感一點 我認為這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內 因為當前衛的髮色遇到前衛的彩妝 的確它是不一樣的質感 所以我覺得橘色也是不太好駕馭的 但是帶一點點橘的咖啡色 就很像我們剛剛說的嘛 中性感的一點點橘 那就還OK 但如果你橘色太多的話 可能就讓你的黃變得更明顯 橘色的黃跟你皮膚的黃的波長 如果加在一起 你看你的波長 哇你的黃色面積就會變得很大 所以我認為橘色也是黃皮膚的人 比較不好駕馭 但亞洲人黃皮膚比較多 也有人很白啊 很白的人你就無所謂囉 什麼都是你的顏色 你喜歡就好 OK我們現在到黃色了 那你會發現黃色為什麼看起來髒髒 就是我們剛剛說了嘛 亞洲人的皮膚比較偏黃 所以當你染頭髮 染到褪色變成黃黃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覺得自己頭髮變得不好看啊 自己氣色也變得不好 這個原因就在於這個黃會影響你皮膚的黃 所以黃色也是不太好駕馭 但是你會發現西方人還蠻愛染淺黃色啊 或者是淡黃色啊 因為他們皮膚是比較白皙的 那他的膚色就比較不會被黃影響 因此黃色的話就是 黃色跟咖啡色是不一樣 因為咖啡色比較濃郁一點嘛 但我覺得帶黃一點的 可能也不是很好駕馭 登登登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顏色 我是一個蠻喜歡藍色的人 藍色的話大家翻內就是比較藍色調演 那我覺得我懶藍色系的懷蓋 我覺得還OK 因為我也懶過 那基本上這個是比較特殊的顏色 一般人類的髮色比較常出現藍色 除非有點嫖退 但是大部分的人 我覺得懶藍色好像 都還蠻前衛的 因為藍色就是一個很直接前衛感的嘛 在這裡跟大家講幾個重點 選髮色就很像家裡的裝潢 你到底要選哪一塊地板 哪一個沙發放在一起 會比較和諧好看 每一個人的審美觀跟感受不太一樣 我只能告訴你黃皮膚的缺點 那至於白皮膚 我覺得缺點真的不多 那在這裡 有特別跟大家說 女生如果要選髮色 一定要考慮上妝後的自己 通常你的底妝化完之後 會變得比較白皙 如果你化的是比較歐美 比較黑的話 你就應該要思考你化完妝的顏色 如果你化完妝是比較白的人 當然你的選擇就會變得比較多 因為你變得白啊乾淨啊 那白皮膚的人就是比較百搭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話 如果你正在長痘痘 你是比較敏感性的 讓臉容易半紅的 我不建議你染橘色或紅色 如果你染橘色或紅色 這樣子帶紅的顏色裡面 你的皮膚會跟頭髮的波長黏在一起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讓你的膚色紅變得更加的明顯 第三個重點就是 黃皮膚的 千萬不要染什麼紫紅色 尤其是帶紫多一點 因為你會容易變得很暗沉跟很髒 第四點 如果你想要染一些漸層的髮色的話 下白就是你喜歡就好 如果他距離臉比較遙遠的話 基本上他不會過度的影響你的膚色 再來 染髮是希望讓五官跟你的臉變得更好看 膚色變得更亮 因此可以染比自己膚色暗兩度或亮兩度 只要能圖顯你的五官 我覺得都是好的 當然啊 也很多人會問你說 到底要染什麼顏色比較顯白啊 或幹嘛 但是我認為 染頭髮這件事情跟你上個底妝 真的有很大的關係 那 大家也不要太相信很多APP 因為APP的拍照 我們都會看起來很漂亮 很帥很好看 所以那樣子的選擇就是 還是相信自己的眼睛吧 那你可以試穿一些顏色 當然我今天試的比較薄荷 你可以試一些比較霧感的髮色 這樣子我想應該也能幫助到你選顏色的困擾 那當然你可以想到前一陣子很多人 穿一些駝色啊 細色啊 就很有氣質很有質感 那你可能就可以 染一些比較透明感的咖啡色啊 盡量的幫他們聯想在一起 你就可以找到你喜歡的髮色 喜歡不代表適合 但是我真的認為喜歡很重要 總之我們就是用服裝來協助大家找髮色啦 會不會看完影片 大家就覺得我在亂說 根本就沒有協助到裡面 當然我真心想要協助裡面 但是 你知道膚色有很多種 我哪知道 就是照片的你到底適合什麼顏色 或者我比較黑 我要是有什麼顏色 因為這很籠統啊 就是提供大家這個方法 我覺得這會很快的找到自己喔 OK 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幫我按個喜歡 順便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看見我其他生活的話 可以去追蹤我的IG 我是你的髮型師志遠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